大陸神舟九號發射成功 正在慶祝 中國沒有為了吃不吃獸肉精 大鬧一場大打一架 然後呢 遲到了21年 我們看到翁山蘇姬 追求絕對的和平 他親自去領和平獎了 當國際間都在為一支重大事件 在關注同時 台灣被關注的是 馬英九總統 要國會再打一架 來 國東大哥 為什麼 馬英九總統最高的一連串的作為 不是像連阿布公欺騙而已 他比較有像 小青你怎麼說的 像像三立的霹靂火老文聰 一趟氣有火 我還等一支粉末下去 沒有總統這樣在處理事情 你看如果欺騙我可以接受 因為每一個政治任務 為了要達成他的目的 他會欺騙嘛 但是都可以讓八生人民接受 然後公佈盡上讓大家知道嘛 他這不是什麼 這好像在種火放火的小孩在旁邊看 上一場火還不夠 然後再放一下 汽油再加一桶下去 比如說一個國家這樣在地理 你不要說今天希臘 當然我們沒放那個希臘 希臘這麼熟悉 事業率四十幾 一百個有四十幾個沒辦法 銀行錢提光 我昨天看影片 我們三十幾下午 那個希臘銀行還要替鐵門整個擋住銀行 你用一個口給你進去提款 還會變成這樣 所以總統你要關心的應該往更大一點的 給你批判監督是應該的嘛 為什麼說你要問物價不要跑到花蓮去問了 你的南門市場離你中心關底才三分鐘 你走路過去就可以問得到 你的東門市場也是你三分鐘 不然你就陪著馬媽媽去 也可以去南門市場說到底漲了多少錢 跟我講 你不做 你去花蓮這個地方問說物價漲得怎麼樣 你不是笑死人嗎 不是更突破說你實在不配當個總統嗎 所以整個事情看得到嚇你這樣 聯合報是以欺騙 我不是欺騙 這個是昨天的聯合報社論 今天晚上他才發新聞稿出來 說不能用行政命令 這是長年和報的社論 絕對不容易行政命令主義 絕對不容易行政命令來處理美國 這個報社會是在做太上洪 不是我看他 這個報社會是行政瑜陳崇派人下的樣子 你聽報社說絕對不容易行政命令 所以你嚇他一萬十點選佈 或是這個報社說 知道你一萬要選佈 我快寫一批去 那明天中午時報社論 會不會絕對不容國會蠻幹 有 今天有報社論就是說 馬總統一人決定一人單 就緊急面唸處分就好 這個要警告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昨天教你絕對不容以行政命令 是替陳忠講 今天是立法院長 有維護意識刺激的 終極責任 終極責任 王金平 你怎麼樣 也要搶頭一下 像剛剛你放了個 威斯亞搶頭要衝進去 沒有我覺得王金平這一次 腦筋很清楚 腦筋非常清楚 他知道這個尊嚴 這個抗爭的背後是違背民意 我覺得大家應該對王金平要按讚 這樣的院長是不是應該支持他 不過重點是在野黨 怎麼備戰呢齊曼 是啊 我覺得說這個 剛剛有一個觀眾朋友講得非常好 這個就交給民意來決定啊 有什麼不可以 哪有說國會沒有做決定 那總統又叫國會再做決定 總統這立法院大家 我們今天討論很久嘛 這立法院大家都不敢做決定嘛 因為這個是違反民意的事情嘛 那如果在國民黨即立委被綁架呢 國民黨的立委怎麼會被綁架 國民黨的立委就跟著民意走嘛 你假如支持民意 民意當然會支持你啊對不對 不行啊你如果不跟著走 以後提名就沒啦 但是你這個國民黨 你假如說真的是馬英九提名 你跟著馬英九走 你還是選舉 你敢選擇 還沒選上就被民意給罷免掉嘛 其實我覺得坦白 我們今天其實都在講馬英九的 我覺得啦齁 他不是說不跟著民意走 或者馬英九一人決策 是他的心態的問題嘛 你看他去看王媽媽 紅台天你去看王媽媽 我們高雄那馬下鄉呢 我們的馬家鄉呢 我們的阿里山 南投等等這些 總統你都沒看 結果我查總統不見 今天總統沒有行程 沒有行程 陸總統也沒有行程 有他去洗漢 有他去洗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馬英九一定要把現在台灣 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要處理好 現在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包括國際的金融 以及台灣內部 馬上要面臨這個颱風 馬英九每次做好 人民就會給他掌聲 他做不好人民就會說不 謝謝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 SET三度級文台